那我就念第一道题目 好 为什么影视剧里的坏蛋 都喜欢戴墨镜 第一 装裤 第二 掩饰害怕 第三 不容易被警察发现 这道题以我一个学法律的学生 这个答案太显而易见了 太显而易见了 太显而易见了 听一下现场四位答题的情况 你选了哪个 我选了掩饰害怕 掩饰害怕 有跟他选项不一样的吗 你选了哪个 我是C 无意被警察发现 好 你选的也是 我选的是装裤 因为坏人必须要有坏人的形象 装裤裤 装裤这是这里面最不靠谱的一个答案 你居然选了他 那就是一种形象 就是你想您面前有一个坏人 他如果像我这样 肯定坏不起来 那么就等于鼓励坏蛋 你们戴上墨镜 警察就抓不到你们了 你们戴上墨镜就变得很酷了 这样的价值我觉得作为答案来讲 我是不会选的 我一定选的是他掩饰害怕 做贼心虚 好 投票结果呢 我估计肯定80%以上是选B 您看 也没那么多 50%选择了这个B 而B呢是正确答案 所以说这个 我刚才说 萨老师有这个心理学家的天赋 确实这样 就是我们人类几千万年的进化历史 使得我们人做坏事的时候 是心虚的 眼睛是会流露出的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不愿意干坏事 所以人的本性其实是向善的 即使坏人 他不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坏事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正大光明 我们心理学不能用这个成语来解释 我们做科学研究 所以有一个心理学教授 他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就发现在这个黑暗的屋子里头 人容易去欺骗别人 所以他做一些欺骗游戏 但是把这个房子搞得特别亮了 人就不愿意去欺骗别人 所以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道德 其实也受物理环境的影响 所以在一个光亮的环境里头 人做好事 由此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们喜欢戴墨镜 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安慰 让自己能够下得了手 掩耳盗铃 以为自己不被人看见 对 好 好 好